今天才知道重庆轻轨原来是这样掉头的 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这个视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谢谢大家了 现在有一列轻轨到站了 等一下所有的乘客都要下车 因为这列轻轨是短线 开到这里算是开到终点站了 看到没有所有乘客都下车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轻轨是如何掉头的 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有两条断轨 这两条断轨应该就是掉头用的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那就不太了解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轻轨是如何掉头的 动了动了可以看到外面的轨道断开了 连接到里面的轨道上面来 同时上方的轨道也连接到这条轨道上面来了 就使得这条轨道完全畅通了 正常情况这条轨道的话是不连通的 也只有要掉头的时候才连通了这个轨道 所以轻轨掉头原来是借用了辅助轨道 我在网上听网友说 轻轨掉头的技术是一本原创的 不知道是一本还是我们国家原创的 有懂行的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一下 话又说回来 据了解的话这个轻轨掉头 大概要持续9分钟才能完成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趟列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轨道开始复位了 现在有一列轻轨进站了 这趟轻轨是长线的 不需要掉头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这一块轨道要马上复位了 要不的话就会影响这个长线的运行啊 据我观察发现 如果开过两趟长线之后 就会有一趟短线要掉头 所以说轻轨掉头并不是想掉头就掉头的 而是按照规定 有规律 有几令的掉头 现在又开过了一列长线轻轨 这就意味着 马上就要掉头了 现在我们验证看一下左边这条轨道的变化 动了动了 看到没有 左边的轨道断开了 上面的轨道也断开了 这时候就使得这条轨道完全连通了 现在这列轻轨的车头就变成了车尾 车尾变成了车头 这就完成了一期轻轨的掉头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原来轻轨是这样掉头的 不瞒大家说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轻轨掉头的场面啊 我猜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现在列车开动了 准备进站 轻轨进站后这条轨道啊 就要马上复位 同样不能影响别的列车的运行啊 好了 这就是重庆神奇的轻轨掉头了 大家看完之后觉得怎样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对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